我们来介绍权维分 Total Differential的观念 在介绍权维分之前的话 我们应该来复习一下 One Variable的状况 就是单变数的状况 同学就会比较了解 权维分这个地方是双变数的状况 它其实就是单变数情况的一个推广 那么我们来看看 单变数的状况 单变数的话的一个维分公式是这样的 这边是x加上deltax 我们的近似值的公式是 我们利用了这个公式 去做过一些近似值的一些估计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地方 f of x 移到左边来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近似值公式 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写成了 微分的状况 这边就是它的x 就会等于这边就不再是近似了 这边是f'x dx 那么同学要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单变数函数的一个微分公式 情况一样 这是双变数的 双变数我们假设z 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它有x跟y两个变数 那么dz怎么写呢 就像是这样 这个部分就是右边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推广成我们的近似值公式 那么我们可以写给各位同学看 这边的话呢 两边都要加 这边是没有加的 再加上 这个是对x来偏微 然后乘上delta x 这是对y来偏微 乘上delta y 这就是我们的双变数函数的微分公式 也是全微分的一个推广 那这就是我们的全微分公式 我们来这边介绍全微分的一个应用 那么这个题目是说 利用全微分来求这个平方和的一个开根号的近似值 那么我们看一下2.95 4.03 这个很接近3 这个很接近4 所以它的答案很接近5 那么我们这个双变数的情况 我们是怎么处理呢 我们首先我们的话的先令函数 函数函数我们设 这边 xy双变数函数是根号 x平方加上y平方 我们先设了一个双变数函数之后 那么我们要准备要使用全微分公式了 那么在全微分公式的列出来之前 我们还要做一个准备 就是它有对x篇围是多少 这个对x篇围我们把它利用连锁率来做的话 这边可以把它写成 这边是2分之1移下来 上面又有一个多一个2x 所以这边是根号x平方加上y平方分之 那各位同学可以计算一下 看看对不对 再过来我们看 对y来评为呢 一样它是对称的 这边是x平方加y平方 这边2跟2消掉了以后 这边上面是y 好我现在准备把微分公式写出来了 全微分公式是 x有一个增量 y也有一个增量 它的近似值是 没有增量的情况 再加上它的偏微分乘上deltax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写成 好我们这边写短一点 fx乘上deltax加上fydeltay 这样计算会比较 写起来会比较短一点 现在我们的题目是2.95跟4.03 所以我们令x是几呢 我们令 这边接近3 y接近4 那么datax 我们要算的是2.95 所以我们这边是负的 0.05 datay是多少 我们就把它另为 这两个增量的 那就变成0.03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字都带进去 这边是2.95 这是我们想要算的 还有一个是4.03 大约是f 这边是3 4 再加上 现在我要准备把它带进去了 这边是5分之3 乘上deltax是负的 0.05 0.05 再加上 这是对y偏围的部分 把它带进去 这边是5 这边是4 这是0.03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f34是几呢 同学的话呢 应该很清楚 这是山高定理 闭市定理 我们算出来的是 5 这边是减 减掉这个地方直接就对销了 这边是0.03 这边加的话呢 是这边是0.006 所以是 0.024 好这边就等于 5 减掉0.006 这边是4.994 我们把它用权为分的公式算出来了这个近似值 那么权为分这个公式在很多的方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应用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一定要把它牢记 这个地方是0.10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